这首曲子在巴赫死了一百年以后才开始流行的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听它 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歌德说过 这悬上的永叹调 就如永恒和谐自身的对话 如同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思想在心中的流动 就像没有了二 没有了眼 更没有其他的感官 而且我不需要用它们 因为我的内心有一股律动 源源而出 你也知道 当然 你没水了 我帮你倒杯水 不用 不用 怎么了 你要走啊 不是 我是不想麻烦你 忠心之事 那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看不出来吧 我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的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在我身上 我小时候在我身上 在我出生不到一百天 我父母 就把我放在了孤儿院门口 就怪我的父母 生了我却没有养我 那你没有别的亲人吗 有啊 在孤儿院里面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们 她们都是我的亲 身为人母 我很难理解你母亲的行为 我不怪她 毕竟 我这里和别人不一样 扩张性心肌病听说过吗 简单地说 就是心脏每跳动一次 就有多少血液被输出 正常人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而我最糟糕的时候 连百分之七都不到 那你得到医院去治疗啊 我一直在治疗 做了三次手术 不然的话 你也见不到我了 婉颜 我更注重生命的宽度 而并非常度 你的意思是 你这个病有生命危险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可以吗 可是 婉颜 我很珍惜跟你在一起的 每一分内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跟你聊一些其他的 而并不是我的病 好吗 其实在上海这么久 经历了 形形色色的人 但像你这样的 能陪我跳舞的 聊天的 谈论艺术的人 从未有过 王爷 过几天 我想请你吃晚饭可以吗 我连学费还没交呢 怎么可能还让你请客 不行不行 没有这个道理 我陪你过生日 你也不愿意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过你在会所里面 登记过的资料 就这么说定了 你老公啊 你妈最近是怎么了 这怎么突然放宽政策 也许你出入自由了 她呀 最近忙着学跳舞呢 跳舞 对啊 这不挺好的吗 她不管我了 你最近那会儿工作挺积极的啊 搞得跟真摄似的 约你都得排档期了 你今天是打算冷漏你老公啊 嗯 哪有啊 哎 今天一会儿咱吃完饭 讨厌 我今天要找她跟她招待 婚恋网站那边我已经对接完了 对方开给清晓月的酋劳 也还算是合理 今天早上双方的法务 已经开始走合同了 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 签完字就可以安排他 去婚恋网站 做一个月的网络姑娘 好吧 这件事情 你办得还算有效率 对了 在整个的沟通过程中 你和清晓月 见过几次面 不过 没有 打过几个电话 打过几个电话 你为什么不跟清晓月 多见面聊一聊呢 毕竟这是她签的第一个案子 而且这是对于我们YS公司的 互联网营销有着示范性的作用 我觉得 你应该多听一听 清晓月的想法 毕竟在网络营销方面 她比你有经验得多 她能有什么经验 你看看她的受教育程度 她的走行完全就是偶然 我跟她接触聊什么 学什么 互联网营销 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你和我 都应该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江丽 我觉得 你应该谦虚下来 好 我找清晓月请她吃饭 算了 还是我来请吧 我不勉强你 顺便 我还想听一听她有什么想法 发给你们的资料都看了吧 我首先要感谢各位共同的努力 截止到这个月的二十五号 我们网站的点击率 APP下载量和月活人数 比上个月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为了迎接春节这个假期和情人节 我们想在这个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扩大我们公司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我特别邀请了现在最炙手可热的网络红人 清晓月小姐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清晓月 来 来 请坐 请坐 大家好 我是清晓月 多多关照 是这样 在接下来的日子 清晓月小姐将跟我们一同工作三十天 凌飞 你是咱们的业务补贯 我看清晓月就安排在你那儿吧 我 是这样 是这样 自从咱们网站推出 清晓月小姐担任咱们的网络红阳 是吸引了不少男性客户来注册我们成为新会员 但是我发现 一个现象 这些男性会员普遍素质不是很高啊 这没什么可笑的吧 能被这样的人喜欢 说明我这个人特别决底圈 是这样 这几天吧 就这新晋的这些男性会员 不断地向女性会员 发出约码这些恶性语言 其实这些语言 在网络上都属于恶性事件 我今天开会的目的就是想 让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想一想这该怎么办 怎么去制止这种行为 如果不去制止的话 咱们网站很难 健康正常地发展下去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 咱们公司可以采用这个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针对这些素质普遍比较低的 男性用户呢 开展一系列免费的 身世体验课程 这样一来呢 可以提高这些男性的素质 第二方面呢 咱们也可以吸引来更多的 优质女客户 不就形成良心循环了吗 真好 这个想法特别好 是这样 咱们网站呀 真正付费的是女性客户 其实按比例来讲 适婚男性青年 要比女性多得很多 其实真正想结婚的是女性 这靠谱嘛 这女人又不是草原 哪能拴得住男人那批野马呀 那你有什么想法 让我说呀 没有文化的人 还是安安静静地做一个花瓶吧 我是觉得这个身世养成计划 有那么一点意思 可以试试看 干杯 喝酒愉快 喝酒愉快 喂点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帮我点两套非你牛排套餐 好的 我要一份素杀了 干吗 减肥呀 好多网友现在在弹幕上 吐槽人家很胖 为了当一名合格的网红 我必须得对自己狠点 好吧 牛排不要了 帮我跟这位小姐一样 点一份素杀了 好的 请稍等 谢谢啊 今天我陪你一起吃素 你太绅士了 怎么样 这段时间在乡亲网站工作得还顺利吗 挺顺利的 网站的负责人告诉我 当我以网络红娘的身份 对这家乡亲网站进行了一系列的直播和地推以后 你都不知道 他们网站的下载量和APP用户的注册量 你知线上上 只不过 我觉得他们这家相亲网站 最近推出的那个绅士养成计划 肯定会引起大批男性的反弹 你想想 只要是男人 谁愿意让女人管着呀 更何况是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 太扯了 你还真是挺懂的 这两性之间呢 女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网图去改变一个男人 我这也算经验之谈吧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这些想法都直言不讳地 告诉那家相亲网站的负责人 我 不行不行 我这人读书傻 脑子又不好使 经常口误折蓝得罪人 不行不行不行 相信我 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优秀得多 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嘛 真的 当然 那我试试 你就是相亲网站的负责人对吧 你们推出这个绅士养成计划是不是有病啊 老子天天上班陪客户已经够累的了 现在下班找个女朋友 还得天天哄着她 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像现在这样 碾压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子孙呢 我现在就推出你们网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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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们网站是不是吃饱撑的 之前我好不容易通过你们网站找到一个女朋友 我们相处挺好的 谁知道最近你们好死不死的推出一个什么绅士养成计划 搞得我女朋友天天用这套狗屁标准来要求我 我现在关个绑子洛克帅都不行 你什么玩意儿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还没说话呢 你怎么就说上对不起了 你不是来投诉和骂街的呀 你 当然不是了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 你知道吗 自从你们这个网站推出了什么绅士养成计划以后 我一条条对了跟自己比 结果发现我这个人呢 我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女人眼中所谓的绅士 但是呢 我这个人又是处女座 我事实要求完美 后来我这么一想啊 既然我这辈子是改不了了 那我干脆放弃算了 这个林飞搞什么绅士养成计划 这不是坑人吗这 谁要 进来 林总 是我 你有事儿啊 林总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应不应该提 什么想法 我这个想法如果一旦成功了 可以使我们的用户不再关注绅士养成计划 而且 反而会拉动用户量 和活跃度 这就是这个PPT的大概意思 麻烦帮我关一下 我这个计划叫做全民情敌 全民情敌 全民情敌的意思 就是要把我自己打造成为 可以威胁到全网女性用户的情敌 你这想法倒是挺有意思 但是 这对我们网站有什么好处啊 林总 我已经调查过了 目前城市的圣女问题 其实并不是因为男人不够优秀造成的 而是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女人 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生子女 在家都是被娇生惯养长大的 谁愿意会在婚姻这件事情上 去委屈和求全啊 林总 其实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快的办法 并不是去提高我们全网男性用户的诉讼 把男人都打造成为优质的好男人 这个不靠谱真的太难了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愿意去配合我们的 而我的想法 就是要让女性出于某种目的 她就愿意降低自己的诉求 愿意去委屈和将就 林总 那么全民情敌的宗旨 就是由我 去给全网的女性用户 制造危机感和竞争压力 因为一般来说 这大部分的女人 她都会对其他女人 感兴趣的那部分男人产生好感啊 因为这个男人 被其他女人检验过了 品质有保障 还有就是你们大家别忘了 这个女人啊 她本质上她就是虚荣的 她永远都觉得 别人拥有的一切 都比自己碗里的要好 这都什么碗里邪说呀 秦晓月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想让公司把你打造成 一个全民情敌 然后你再亲自出马 去勾引咱们公司那些 男性用户 从而呢 给那些对他们有意思的 女性用户施加压力 让他们在情急之下 降低自己的标准 更加主动 我理解得对吗 对对对 理解得没错 不过我提醒你啊 不是我去主动勾引 我是去替广大女性同胞 检验一下这些男人 这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倒是觉得这种方法挺靠谱的 我们可以推出一个新的概念 叫爱情鉴定师 通过这个爱情鉴定师的测评 去衡量这个男人 脚踏两只船的风险指数 还有可能推出一种全新的 三角形构架的 婚恋交往模式 这个点子真不错呀 秦晓月小姐 谢谢你给我们公司提供了 这么好的产品概念 不过我有一个担忧啊 你要是成为这个全民情敌 会对你今后的发展 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没有 没关系的 林总 我来之前 已经跟我的经纪公司 YS公司的人商量过了 我们大家都觉得 如果我能够成为 所有女人的全民情敌 那换句话说 我就是所有男人的 全民情人了 我是没关系的 我觉得前妻 先把我自己打造成为 一个狐狸精的形象 到了后期 我在贴上 我自己本身就有的 女汉子标签 那说不定我更容易火呢 这我就放心了 这个点子非常好 这事就这么定了 秦晓月小姐 没想到你人长得这么漂亮 还这么聪明 谢谢夸家 各位观众大家好 YS公司签约凶大有脑 打造全新婚恋网站新模式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自己下班了 好嘞 好 林飞 我们先撤了 拜拜 拜拜 你们先走了 你们先走了 老婆 晚上加班 不能陪你了 加班 什么情况 不会信息 二十五岁 身高一米七 知性 这么说的就是我吗 妈 我回来了 妈 妈 你在吗 妈 喂 老婆 我不好意思啊 我刚到家 我刚才一直开会手机 我就关金银了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没关系啦 我知道你忙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还以为我又犯什么错了呢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妈来了 我妈来了 妈 还没吃饭呢吧 我马上给你坐去 不用了 你又学跳舞去了 堵车回来晚了 以后只要我有时间 我就去接送你 你妈还没老到 非要让人接送的地步 不是 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孝顺 你只要把公司弄好 你再好好成个家 就是对妈最好的报答 叶太宁就不错 她对公司那么上心 对你也好 妈 我累了 我洗澡去了啊 姨姐 姨姐 叫谁呢 你都自食好几了 有我这么年轻的姐吗 这不是 表示我对您的尊重了 谁不知道 您马上就要高升了呀 少说那些没影的事啊 全公司都知道了 邱总要提拔您当副总 分管我们企划部 行了 姨姐 招模特那事 又来了几份资料 完全按照您的要求 筛选了一部分 给您过过目 这全公司吧 就您最了解邱总了 您把握关了 我们才放心的 邱总 您好 你们找哪位 喂 有预约吗 先等一下 等一下 凌飞 凌飞 看来咱们公司的网站要火了 那 什么情况那事 就是那个网红 清晓月 她担任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这一个月以来 我们的付费会员 整整翻了五倍 看来 你要请客咯 我请什么客啊 还是属于你们部门的呀 这业绩做得这么好 我看这个策划部经理的位置 肯定就非你莫属了 一部请客 谁请啊 喂 你好 对 我是伍林飞 那什么时间去面试啊 不用面试 好 谢谢啊 谢谢 我去吧 谢谢 林飞 你干嘛去啊 请客的事情咱还没说定呢 我去辞职 跟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下去彩盘了 你一个人坐在这儿 在等喝饭了吧 我跟你说过了 这服装有问题 袁老 您来了 你在讲什么 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衣服有问题 袁老 这姑娘脑子有问题 我立刻让她走 请继续讲 你是谁啊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 这是我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袁老 whose发型 袁老 对不起 我刚刚真的不是有意顶撞您的 但是这款内衣 她的材质确实是有点问题 就觉得 肩服感不那么强 我穿着不舒服 继续讲 我再说句不太礼貌的话 你们这些直男癌吧 你们 直 直男癌 对 就是大男子主义的意思 你们这些直男癌设计师吧 老是喜欢想当然 就觉得 我们男人喜欢看啊 那你们女人肯定喜欢穿 其实不是 完全不是 咱们这款内衣 走的是不是知性路线 你想啊 一个独立的女性 都是白领 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 不是男人怎么看 那什么蕾丝呀 沙呀 说穿了都是因为 你们男人喜欢看 我 我这么说 您能理解吗 莽美地问一句 你不是专业模特吧 不是 学过服装设计 没有 做过市场营销 也没有 通知研发部 我有新的想法 这间内衣要改 而且要大改 可是 袁老 明天就是发布会了 我只对产品关心 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 可是 袁老 快去 把这姑娘给我看好了 我还有用 好 好 给我的 对啊 明天是公司的新品发布会 我代表公司 向你发出最称职的邀请 明天 对啊 我特意安排在明天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明天是你生日呀 东阳 不好意思 明天的发布会 我可能参加不了 我们舞蹈班有活动 那 那什么活动比你生日还重要啊 可是 你说那我们一个班的同学 人家都参加 就我不参加 不太好 那我还安排了别的节目呢 我想着发布会结束之后 带你吃个法餐 餐厅我都订好了 这样 如果我们活动班的活动 结束得早 你再请我吃晚饭呗 谢谢二三 你给我过来 给我过来 万一啊 生日快乐 我呢 不喜欢在外面吃饭 就随便做了一点 希望你不要介意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生日快乐 谢谢 不错 尝尝我做的牛排 好 怎么样 相当不错 好吃有多顺点 有多顺点 邱总 变得很漂亮 谁招发崴子 我怎么知道 这具体招人是企划部 又不是我 谢谢大家 伍林飞 没事的话 你们就先出去吧 你也出去 走啊 伍林飞 到底要到哪处啊 来公司工作的事情我早就跟你说了 是你一直不答应 于是你就给我整一处经验登场 想亮瞎我眼是吗 亮吗 你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伍林飞 邱东阳 老婆 来 老婆 你要来我公司 想办我不反对 但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等咱们复婚的消息大白于天下 你再来也不迟啊 对吧 再说了 你刚才说着那样 笑什么话呀 太误了 你这思想太误了 我现在是个模特 走秀就是我的工作呀 你得尊重我的工作 我没有不尊重模特呀 但是你穿着那样就是不行 哎呀 放手 不 你要是不答应我 就要不撒手 我觉得 咱们俩还是分开吧 你过分了啊 咱们当时复婚的时候怎么说来着 是是是 这次绝对不离了 对啊 那你忘了吗 可我觉得 要是再这么下去 咱们俩早晚还得分开 为什么呀 你知道吗 办公室里最容易出奸情 那之前我们网站有一同事 她姐夫就因为 爱上了一个女下属 所以跟她姐离婚了 说白了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没这么说啊 行 那今天咱把话说开了 行不行 叶丹宁就是咱俩婚姻中的潜在小三 说完了 叫什么呀 看来你还是挺在乎我的嘛 放心吧 我跟叶丹宁不可能 要是有的话早就有了 那我怎么知道你俩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呀 我俩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老婆 你以后就别当模特了 你说你在那个网站 做得多好啊 风生水起的 你家努努里 那首席都不是华夏呀 对不对 那个网站的工作我已经辞了 没事 我养你 好 我懂我懂 你要是想自立 那我相信 以你的能力 找什么工作不行啊 对不对 邱总 余飞 余飞你 你给我滚 好 喜欢吗 送你的生日礼物 送你的生日礼物 不太好吧 这没有什么不太好的 跟我过来 这首曲子你熟悉吗 风流广复原舞曲 雷哈尔的代表作品 并无冒犯之意 只是觉得这曲子 很轻盈 安静 悠言 就像你带给我的安全 对不起 可能是我儿子 你去接吧 嗯 冬阳 你到了 好好好 我马上 对不起 我跟我儿子约好了 今天共去晚餐 这么晚了 是要吃宵夜吧 难得他一片孝心 那我送送你吧 不用 他来接我 我怕他找不到 就约他在附近的街道见 没关系 让我送送你 这到晚上的 让一个美丽优雅的女士 坐在街上 谁都不放心 好 好 好 谢谢你啊 今天特别开心 希望下个生日 我还能陪你一起 嗯 能 给我个拥抱吗 能 给我个拥抱吗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走远去吧 妈 东阳 妈 刚才那人是谁啊 叫那个 那个是我舞蹈老师 老师 这一片都是高档的商业区啊 不像有什么舞蹈教师啊 还有你那个什么老师 怎么年纪轻轻的 就动手动脚的 不太对吧 那是标准的社交礼仪 你 反正我看你那个老师 不像什么好人 对了 妈 这点多骗子可不少啊 专攻像你这样的富国 你要有什么事 千万别藏着 你说你到时候让人 给骗了怎么办 你妈不是老糊涂 那法国大三还有没有啊 有啊 那走吧 回来了 又开会的吧这是 姑姑快跑 我妈把你给出卖了 大人说话 小孩不许乱改 过来 来来来来 来来 你们爸妈好好搅带一下啊 什么什么情况啊 说吧 好好的工作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要不是小七告诉我们 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不 你说找个合适的工作 多不容易啊 是啊 叔叔说得对 我这都是为你好 我是辞职是一位吧 我找着更好的工作吧 什么更好的工作 骗谁呢你 猎头来猎的我 你 我雷飞你没事吧 猎头来猎你 他要猎你 他最起码得花这个数 二十吧 那可不是 叶飞 嗯 她说她是真的吗 具体价格还没跟人谈定呢 你放心吧爸 你工具下的身家低不来 真的有猎头公司来挖你 你怎么就不能怕你妹妹好呢 我当然怕你好了 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你哥我 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 怎么没有猎头公司来挖我呢 李飞 嗯 要不你跟那个什么猎头说一声 把你哥也猎走 妈 妈 我问题都交代完了可以散会了吧 交代什么完了 什么公司你还没说呢 就是啊 你快告诉我们一下啊 不要着急 到时候告诉你们 啊 这孩子哪有点正经的呢 哇塞 哇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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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干嘛 看得我像见到鬼一样 我哪敢 葳葳葳总怎么可能是鬼呢 你现在可是一个活脱脱的文学圣母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不就是在想这个女人干嘛呀 老是阴魂不散地缠着我 怎么这么烦人哪 你找人真是我是不是 我可没有承认啊 你怎么不说是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通呢 谁跟你心灵犀 我呀 哎 你就不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才是那个最懂你的人啊 哎 你能不能别这样 那感情中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 我不管你怎么想 我也不管姜丽姐怎么想 我决定了 我要正式开始追求你 你是不是疯了你 不是 现在你也单身我也单身 我总有追求你的权利吧对吧 好你有权利 那我也有不爱你的权利吧 你现在是可以不爱我 不代表你以后不会爱上我呀 再说了 我王维维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我哪里比不上姜丽姐啊 不是 我追求你就让你这么犯愁吗 哎 我条件也不差吧 怎么说我追你 也应该算是一件喜从天降的好事啊 对对对对对 你条件特别好 你追求谁谁都会觉得喜从天降 但是你别追求我行不行啊 我家里一堆事呢 我已经乱得狠了我 你什么意思啊你 不是 别急你 行了 那我按照偶像局的标准跟你说一句 我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看行不行 谁要当你亲妹妹啊 有你这么说话气人的吗 还行行行别闹了 我不知道你看上我什么了 我改还不行吗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要回家了啊 那我能跟你一起回去吃饭吗 不行 哎呀我不白吃 我可以帮你洗碗啊 不用 我们家有人洗碗 对了 我决定给月晓晶一笔钱 让她带着丁丁搬出去 这样就不会影响你姐做了 千金大小姐 你是想用钱解决所有的问题是吗 你们家的事情不就是钱的事情吗 谁告诉你 不是 我告诉你啊 我不希望什么事情你都用钱砸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